我不能接受 因为我儿子也曾经反映在地狱 不能接受 说到儿子当替代役离其死在营区里 身为母亲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声音还微微的战斗 我儿子也曾经反映在地狱 不能接受 用地狱两个字形而儿子当替代役的遭遇 因为家属对于死因 还有满腹疑问 上午检察官进行相验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疑点 当时替代役男在树下清理杂草 原本怀疑是天热 引发热衰竭或心肌梗塞致命 但已经被医师排除 表示死因不单纯 而且有同地役男陆续爆料 诚信替代役男昏倒的时间 是在上午10点多 不是在8点多 有时间差 甚至也有人透露 死者在昏倒前曾向干部反映 身体不适要求休息 被拒绝 只能够看明天解剖 明天解剖的话 在进一步厘清他的死因 目前看似都OK 没有发现什么外伤 不过成功里的训练班 否认身体不适不给休息 但艺男的母亲难过的说 无法接受儿子除草除刀暴毙 希望尽快厘清正向 接连远兵SNG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